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viktalk 这两天我们看到整个比特币上面的生态项目涨的是非常不错 我们看到这几个项目单身内涨幅都有将近50% 最多甚至也是翻倍的一个状态 那么比特币生态也从之前的一些纯名文没有任何作用 纯meme token逐步变成了有一些真的有实用价值的一些代币和一些项目上面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想跟大家去来盘点一下这些在比特币生态上面真的在去做事的这些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确实目前也是比较多 看起来也是眼花缭乱的 那么我会尽力跟大家梳理目前比较头部的几个项目 当然了这些项目就像我们二三月份去看整个up trump 生态一样确实也是机遇以挑战并存 所以或许会有很高的投资回报 但更大的概率会像整个up trump 生态一样像现在一地鸡毛 所以大家如果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个风险的承担准备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见分想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去关联和树头为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散马添加微信群投资人有vip咨询群 如果你有website一对一专业的咨询需求 或者想要去获得一些早期的项目信息跟一些财富密码 那么也欢迎散马家群我们的价格是500美金可以永久入群 所以如果感兴趣欢迎散马 那么我就按照我个人的一些顺序来跟大家去来盘点与总结这些真的有价值的项目 首先第一个项目auction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款项目 并且这个项目是目前唯一比特币生态在BN上面登陆的项目 当然它登陆并然并不因为是它是比特币生态的 而是因为之前它所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操作 那么auction这个项目就非常的像abitrum上的这个神剑项目 这是一个launchpad的平台 那么在这个launchpad的平台上面 其实是爆发了很多个知名的项目的 比如说mobi这个涨幅将近十几倍的项目 包括小乌龟这个项目其实都是从这个auction上面出来的 那么这个项目现在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获取到整个比特币上面优质生态的一些项目 那你就需要去通过抵押它的token来去赚取到这个相关额度 那么相信二三月份熟悉abitrum生态的小伙伴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也是类似的这种玩法 所以这个项目呢 如果说你想偷懒 你想去买一个代币去未来包囊万物 就是获取到整个比特币生态 B2C20这方面未来最大的一个优质项目的一些空间 那么去买它是绝对没错的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一个涨幅也是特别迅猛 你可以看到七日线从12月的12块钱到现在一个18块钱 昨天最高甚至冲到了22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标的 趁着它回调的一个时间 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这种机会 那么我也看到于悦去发了一篇推来去介绍 那么基本上它的这个方面跟方法跟我想的也都比较一样 所以AUCTION就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AUCTION上面可能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的一些项目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与了解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项目就是MOBI 那么这个项目确实也是涨得非常迅猛 那么从它上线到现在这个涨幅不知道有几十倍了 这个项目很简单 就是一个所谓的跨链桥 希望可以去连接整个B2C20和以太坊 包括去连接整个BNB生态等等 那这也是一个底层基建类的项目 那么说实话 这个项目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项目 除了AUCTION之外 那么别的项目的一些就是使用体验 并不能说是特别的好 目前搞起来你也可以去用一用 就还算OK 但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等等 就是算不上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等等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 那么MOBI跟AUCTION是在整个生态中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 但是只能说这种相对比较成熟的产品 如果要跟以太坊上的底层基建比 那其实还是差的比较远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MOBI确实已经炒过一波了 所以很难再有这些质量的涨幅 那么来看一下小乌龟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logo头像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想要做的事情也很简单 就是想要做一个在比特币上面的Gitcoin 那么在以太坊生态中 Gitcoin大家肯定都捐过钱都玩过 那么这个项目就想 如果你有一些优质的生态 或者是你有一些好的一些项目 那就可以通过我这个平台 向社区进行融资 但是它跟Gitcoin不同的一点是 Gitcoin是没有发币的 那么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发了 以太坊B2C20的代币 而且人家也是发了这个B2C20的代币 所以这是种一个项目 发两种币的这种玩法 其实也是在这种社区里比较常见 同时这个项目也是一个 基本上是算匿名项目吧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也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小乌龟目前的涨幅也是很猛 你看到对于整个B2现象来说 单人内涨了一倍 那么对于他的一个12C20代币来说 那么小乌龟也是昨天涨了110% 所以他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他也是在刚才正式开放了 自己的这个质押池 那么会在北京时间8年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去领到这个质押的奖励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他涨 以及昨天那么迅猛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开了质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SSB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是一个想要在整个比特币生态中 来去搭建稳定币的一个项目 然后他取了一个名字 就叫所谓的这个Dai Chu 然后他的这个声音真的好吵 我把它静音调 那么这个项目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希望你可以去抵押这些资产 然后来去换取到这个DII 你看到目前能抵押的一些资产这里也都有 然后你也可以在其中去进行一些挖矿 然后这个项目的这个logo设计 以及这个版面设计 就非常的让我感觉到像Curve的一些团队来做的 不知道是不是是Curve相关团队来去搞的 因为之前在几个Curve生态的项目 其实都比较喜欢用类似的这么一个打扮的这种logo产品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这个项目保持一下关注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比特币上面搞DeFi 在目前整个底层基建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 那可能搞起来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 所以这个项目能不能走下去 我个人只能说不太确定 而且整个BSSB的一个涨幅其实也是很猛了 就是你看到它的尺子等等也是比较厚了 所以如果对于这个项目 你想感兴趣想参与的话 那么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同样的这个项目也可以说是在整个生态中 做的比较成熟了的项目 就我刚才提的这几个其实都还可以 那么想跟大家提一个比较早期的项目 就是Audi Boot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刚刚上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上了没多久 你可以来到它的这里面看 这个流动性池也没有多少 只有171K 但是这个池子是完全锁住的 就项目方把这些池子完全就burn掉了 所以你可以里面放心自由的交易 目前这个项目也已经是上线了自己的产品 但产品功能还比较的就是早期吧 只能做到类似于一个查询功能 那么没有办法做到像Uniboot等等 以太坊一二项的机器人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有想象空间的一款产品 就是或许说后续可以去做像电报机器人一样的操作 可以帮我们打明文等等 而且我看到它有导入钱包的这些功能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后续也会想要做一个bridge 这个产品目前还是处于很早期的状态 所以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那么对于Audi Boot这个产品 我觉得从目前的一个状态上 以及整个产品已经更新了的频率上 那么还是可以去小试跟小充一波的 而且这个价格目前也不算特别高 但是你就不建议买很多 因为买很多可能会面临一个流动性的这种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Orders Exchange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很早就专门做过一期视频 跟大家出来聊 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比特币链上的首个去中文化交易所 而且整个产品其实设计的很聪明 大家可以去看我第721期这个视频 那么Redex这个项目的表现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一般 我们看到作为第一个去中文化交易所 在B2C20名文那么火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项目的名文却没有怎么涨 还是300左右等等 我记得最高这个名文我是580几卖掉的 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可以投资的一个标的吧 因为确实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类型的比特币生态产品 目前确实也是没有怎么涨 所以如果这个赛道开始普涨的话 那Redex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标的 但这个标的我已经跑路了 然后SCSC也是可以去进行相关的交易 我看到SCSC在刚才也是突破了自己的一个新高 那么上天确实是上天了 所以大家关于这个项目呢 就是涨的已经比较高了 你看到已经来到650了 这个价格已经是很高很高的状态了 所以你是否要买以及什么时候买 那你也可以DYOR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也确实从一个纯MEM token 逐步的变成那个落地类的这些产品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DOVA 那么这个项目就是社区中很多人去发的 说这个项目这个官网上线没多久 但是也有人说他跟这个AUCTION等等 也是同一个项目方案的 这个项目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整个比特币B2C20提供一些流动性 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解决方案 但是确实在DeFi里面都没有做得太好的事情 你拿到这个比特币生态上面来做 那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那么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讲完这七八个项目之后的一个总体感受 就是目前的整个比特币生态 还都处于一个相当相当早期的状态 那么现在这些项目真的是疯狂浮涨 如果说你要在这里面选一个可能比较靠谱稳定的 那除了AUCTION之外你很难选出第二个 但是即使这样稳定的项目 你看到这个跌幅其实在最近也是挺猛的 所以关于这个项目你要不要去参与 包括比特币这些生态 你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入局 我只能说最好是一种玩Meme的心态来去参与 因为这些所有的项目 他们虽然在整个的逻辑上以及整个的产品体系上 看似是make sense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要做一些操作 就比如说你想要在这个产品里面去搞更多的事情 包括真的想要用到他们产品 或者实现他们白皮书 或者是官网吹的这些牛逼 确实还比较比较的远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项目 还是希望各位以一个Meme的心态去进行小额的投资 因为确实他们今天能够翻倍暴涨 那明天可能也会成五倍或者几倍的这种疯狂暴跌 所以对于所有的这种早期的东西 一定要去保持一个敬畏的和一个 就是带有风险意识的这种状态 就像我们之前二三月份 跟大家分享IPTRUMP生态一样 其实IPTRUMP跟这波比特币有点像 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 只要哪个项目出来了 他跟比特币生态相关 那他就一根阳线冲上去 那就跟当时整个IPTRUMP上面 只要去来搞IDO 那大家都快疯狂的冲钱 那么IPTRUMP上面的一些所谓的 很拉胯的一些资管项目 当时都能赚个几千 甚至大几百个ETH 但现在这些项目完全都软rug掉了 所以对于这种早期类的项目 不要被项目方画的饼锁相信掉了 还是要冲一冲 把它们当成一些meme token 以小仓位去博一个未来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希望跟大家去来带来的这些分享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聊的话 你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桑板添加微信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